3月11日晚10点 浙江为11月绿制综艺节目天词的声音三开播 虽然播出时间不是晚上的黄金档 不过收视率依然夺冠 并且力压芒果台的天天向上 而与网机节目一样 鉴赏团恶评再次引争议 在过去两季节目中 有很多歌手遭到鉴赏团的恶评 其中最为代表的就是丁泰生 在节目中批评过高景 黄熙 赛鼎鼎 VAVA 尤长静 李全等多位歌手 因此也遭到了封杀 本季节目也满意她 极客俊逸与西琳娜一高选择了 《坑敲玫瑰》这首歌 完美展现了女性的力量感 两个人可以称得上是梦幻联动 尤其是极客俊逸的嗓音 更透露着一份狂野在里边 你能感受到他们歌曲中 所表现出来的那份自信了吗 不过两位的表现 建英团也是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点评依旧犀利 甚至周深都表示轮到 他唱歌的时候求放过 最终 喜欢只给的周延与极客俊逸 胡彦斌与西琳娜一高组队成功 陈奕涵与康姆士乐队合作的后来 这首歌也有很多闪光点 歌曲做了很大的改编 尤其是陈奕涵的嗓音 太有代入感了 听完有种释怀的感觉 在舞台上 陈奕涵也是激动落泪 对于很久没有回到音乐舞台的他来说 真是久违了 作为一个创作型歌手 舞台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最终康姆士乐队与周深互选成功 这是双向奔赴亚 苏建信和唐义互飙高音 一手光的方向 让人听得热血沸腾 无畏困难 勇于向前 你找到方向了吗 对于这一组的表现 剑音团依旧抢了风头 这次轮到了刘水纪老师 苏建信的毕业手势 唐义的流量与唱功再次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剑赏团虽然缺少了丁太生 但是来了一位较良缘的乐评人代替了他 他在极客俊异核心灵难一高演唱完后 直接说道 极客俊异演唱时的那种卖力 并不是一种高级的女孩的力量 所有的呈现太表面 太直接 相比之下 对于极客俊异的评价他还算客气 针对网红歌手唐义 他的评价则遭到很人的抵制 其中G.I.和信还为其霸气回队 唐义是目前非常火的网红歌手 经常会在一些人流量多的地方直播唱歌 因此他个人短视频平台 也吸引了3300万粉丝 面对他的粉丝扬言说道 3300万粉丝并不是他自己的成绩 只是用简单的设备和技巧去博取关注 这种操作不值一提 良元对于他的店铺不至止如此 一直在打击他 而实在看不下去的G.I.和信泽魏其霸气回队 G.I.直接表示 试想一下如果从一个草根突然拥有3300万粉丝 你会想到去改编华语夜谈吗? 而信更是力挺唐义 直言道3300万粉丝又如何? 人家就是有那本事 本来是一道音乐励志综艺 最终却变为了吵架节目 其鉴赏团更是频频巧戏出风口 他们对于音乐本身店铺很少 更多的却放在了其他方面 这样的鉴赏团 真心不配点评论真做音乐 专心唱歌的艺人们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wobs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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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 我 我